感谢主 我们在诗篇119篇里面有很多的金句 刚刚我读的第九节就是 少年人可以用什么来解禁他的行为呢 是遵兴你的话 那在我们今天要看的诗篇119篇的29节里面 那我们看到说 求你让我远离这些奸诈的道 求你让我远离这些奸诈的道 所以我们看到在人生当中有两种道路 有两种智慧 一种是从神来的公义的圣洁的 一种是从这个世界来的邪恶的奸诈的 所以我们都是有过年轻的时候 我们都有过无知的时候 我们都有过不清不楚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就比较麻烦 这个时候我们是来跟从这个世界的奸诈的道 邪恶的道呢 我们还是来跟从主圣洁的道呢 其实坦白的说挺容易的 为啥呢 因为这世界的道挺容易的 这个世界上的道是符合人性的 人性本身就是自私的 就是贪婪的 甚至有一点邪恶 所以这个世界上叫我们人不为己天诛地灭 那为啥我吃亏啊 那为啥我老爱欺负啊 那我就整点事吧 所以今天我在这里面我在想 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啊 是挺容易的 就走偏了 这就是为什么 没有信仰的人很多 而有信仰的人很少 因为没有信仰的人 他很早就可能经历了一些事情 然后就明白了一些道理 然后就跟着这些道理 这样走 这样做 这样走 这样做 所以走来走去 做来做去 就变成了今天现在的样子 那对于我们来说 我们也可能跟这个世界人一样 也可能走过偏路 走过邪路 就像我常常讲的 谁没年轻过呢 就像我常常讲的 这个 我们不但经常犯错误 甚至我们鼓励大家早点犯错误 因为早点犯错误 早点碰南墙 早点改过来 那是好事 所以今天我们都 这个接受了这个世界的道理 我们都受这个世界影响 但是 大V说 求你开恩 将你的道赐给我 所以我们能明白神的道 还真不是说 我们比别人聪明 我们能明白神的道 还真别说 我们比别人可能更善良 我们能明白神的道 是因为神开恩 给我们恩典 他把他的道给我们 让我们明白 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真理 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面 我们要明白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我们信主的和不信主的 一样我们都是罪人 我们信主的和那些不信主的一样 我们都是罪人 第二件事情 我们信主的和那些不信主的一样 我们也都知道这个世界那些歪理邪说 这个世界想引导我们更加自私 这个世界引导我们更加灿烂 我们是一样的 但是为什么最后可能我们选择了不去自私 相反去奉献 选择了不去贪婪 相反去主动承担责任 那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神开恩 把他的道赐给我们 这是一个恩典 所以今天 有的时候人家说我们信主的人傻 我以前不理解 我说我们不傻呀 那后来理解了 因为这个世界 希望你多拿点 多占点 然后因为我们信主了 我们不去拿 不去占 相反把我们有的还拿出来了 捐出来了 献出来了 那谁看谁都觉得我们傻 但是今天我们真的傻吗 我相信 我相信 如果我们静下来 掏心窝的时候 我们不傻 因为我们知道这是一个恩典 这是一个恩典 就是这个世界让我们多拿 可是我们拿了以后 我们又能得到什么呢 这些都是短暂的 而这个世界 不喜欢我们去捐 去献 我们捐出来献出来了 我们真的傻吗 我们捐出来献出来的 是把这短暂的世界东西 变成永恒的天的东西 所以 我记得有两个故事 一直对我营养很大 一直对我营养很大 那第一个故事呢 就是在这个罗马的时候 罗马最疯狂的时候 只要你是基督徒 那格杀无论 一定是砍头的 所以有一个行刑的官 中国话讲叫柜子 筷子手 柜子手 那他砍了无数基督徒的头 他砍了无数基督徒的头 一开始呢 大家都是挑身体好的胆大的 干这种事 因为毕竟砍别人的脑袋 所以他砍了无数基督徒的头 所以慢慢的 他被这种基督徒 这种大无畏的精神 就是说我宁可死 我宁可掉脑袋 我也选择相信上帝 他就被这种 这种精神慢慢的影响 慢慢的感动 慢慢的 我相信也是神的灵 去光照他 他意识到 这才是信仰 这才是信仰 而这是一种美好东西 不是一种真的像其他的罪犯一样 这个是杀人放火 这个是很修竹的东西 所以慢慢的在他心里面 他也很羡慕 他也很希望像这些有信仰的人一样 有这种坚定的信仰 但是呢 毕竟砍别人的脑袋是工作 而且在那个时候砍的大部分都是基督徒的头 所以那每一次在心情前呢 都会有一个这个审讯的环节 就是说 如果你不信了 如果你不信了 那就可以回家 就这么简单 如果你说 我这个意识糊涂 我不信了 我不信了 这个原来我信错了 我不信了 就可以回家 所以基本上每一次都是 我选择相信上帝 即便你砍我脑袋 我也选择相信上帝 所以 有一天真有个哥们 砍头 这家伙原来觉得信仰 这个会受苦 没想到 这这这这这苦有点大 要砍脑袋了 然后这哥们说 我不信了 我害怕 就在这个时候 这个要被砍头的说 我不信了 然后那按照当时的规定 他就可以自由了 可是这个要砍 他头的人说 兄弟 这是一个福分 你不要 我要 兄弟 这是一个福分 你不要 我要 这句话啥意思呢 就是圣经说 你在人面前 你公开承认你的信仰 那 耶稣就在父面前 承认我们 否则有一天 我们到了天堂 眼前说 我不认识你 在圣经里面 有 好多次 耶稣说 那些人 说主啊 主啊 我不是奉你命传道吗 主啊 主啊 我不是奉你命干鬼吗 主啊 主啊 我不是奉你命做这做那了吗 可是到天堂 主就说一句话 主说我不认识你 所以今天在这里面 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 当有一天 当有一天 你真的 见到主 而主说不认识你 那会在什么情况下 主说我不认识你呢 就是在公开场合 你需要承认 你是主的门徒的时候 你没有承认 因为害怕 因为怕掉脑袋 因为怕罚款 因为怕丢钱 因为怕这个怕那个 所以你在人面前不承认主 主说我就在父面前不承认你 所以反过来 你在人面前你承认主 那主也在父面前承认你 所以这个 每一天砍别人脑袋的人 他知道 这是一个福分 因为他们被砍头的人 都是在人面前承认了主 这些人死后到天上 会被主在父面前承认他们 而这个人无论砍多少头 他最后的去处是地狱 是无尽的黑暗 那里宠是不死的 或是不灭的 所以他也在寻求这种永恒的奖赏 所以当这个兄弟说 哇我不信了 他在人面前 这个否认主 然后这个砍头的柜子 说兄弟啊 这是个福分 你不要 我要 所以这一句话一说 就证明他是谁 他是基督徒了 每一天砍基督徒 每一天砍基督徒的头 每一天砍基督徒 砍来砍去 把自己砍成新上帝的 那当然他会被抓 后来他也被砍头了 但是我们知道 这个人在天上 有永恒的奖赏 那保罗说过 我们必须信基督从死里复活 如果基督没从死里复活 我们的信就是枉然 所以今天 所以今天 不单单是在那个时候 包括在后面 保罗的时候 就有很多人 对这个永生有怀疑 所以保罗说 你怀疑吧 但是我告诉你 耶稣复活了 耶稣复活了 如果耶稣没有复活 你们信的是枉然 我们传的也是枉然 所以今天我在这里面 我自己 我非常非常的清楚 4月5号清明节 哇这个 又是刮风又是下雨的 又是刮风又是下雨的 大家心情都不好 因为人死了 家里面 老人死了 亲人死了 都是我们所爱的人 没了 但是今天恰恰是在这个时候 我们要讲 我们是一群相信永生的人 我们是一群相信死里复活的人 所以我自己我想 这个砍头的故事 我希望我们未来 我们在软弱的时候 经常被提醒 经常被提醒 另外一个故事 也是我们之前讲过的 我们之前讲过的 就是在这个大复兴的时候 所以现在 我现在在的是那个我们叫麻省理工 全美国最好的大学 昨天我去的是耶鲁大学 接下来这两天我都去一些所谓的好的大学 这些好的大学当年都是基督徒建的 而建这些大学的基督徒 都是因为在英国受到信仰的逼迫 政府规定 就好像我们在中国一样 你可以欣赏你上三次教堂 你不可以自己信 你不可以这么信 那么信 你必须按照国家的规定 这个信仰一旦被人规定了 那就不是信仰 那就是宗教了 所以他们冒着生命的危险 他们跑到美国 然后在美国就 这个凭着信心 靠着神的恩典 延续下去了 不断延续下去了 还开创了一个伟大的这个国度 把一个这个混乱的 这个这个一个人群 最后变成了一个强大的国家 所以现在这个美国的教育 这个所有有名大学 当年都是基督徒办的 所以我在这里面 我也是很有感觉 那我们就讲到大复兴的时候 那个时候有很多大的布道家 他们就在美国各个地方去布道 现在我们就交通很方便了 买单机票啊 或者开个车 那个时候没有那么没有那么容易 那个时候没有那么容易 所以当然即便如此 也要花很多钱 然后呢就有人啊 然后就有人在这个 在这个时候呢 被神感动 捐了很多钱 所以一个这个布道啊 能这个完成 不单单有大的布道家 也有很多人奉献才可以 那后来我们知道 这个在美国历史上 有一次很大的金融危机 近代美国历史的金融危机 就很多了 现在美国正在经历金融危机 那个字是叫大萧条 是1929年 成了三年 经济非常糟糕 那很多这个老板都赔了钱 当然这个捐钱的老板也赔了钱 所以有一些啊 这个反对基督教的 所以基督教在哪都是一样 有人信也有人不信 有人这个跟从 有人反对 就专门要找他的事 说我采访一下 说这个你以前给这个布道会捐了很多钱 现在经济危机了 你也亏了很多钱 请问你后悔吗 那我们都能听得懂这个记者的意思 就希望听说他 听他说他后悔了 这些钱捐给布道会白侠 如果这些钱这个在他手里面 现在就是日子能好一点 然后没想到这哥们 这个说的话 让所有人都很震惊 他说我后悔 我特别后悔 我特别后悔 然后这个记者说你为啥呢 他说因为我呢 捐的钱呢 都被这个传道用了 救了很多灵魂 在天上成为了奖赏 被诸纪念了 但是我留在手里的钱呢 这次经济危机都亏了 所以我特别后悔捐少了 我都捐了就好 我都捐了就好 这样的话 所有的都不亏 所有的我们都是赚的 所以今天在这里面 我自己我想 人生没有对错 人生只有角度 你看问题的角度 朝东和朝西 你得出的结论 也是不一样的 所以今天我自己 我在这个故事面前 我自己一个深深的感受 就是当我们真的明白 永恒 永生 永恒 比今生 比今世更重要的时候 所有的今生的损失 如果能带来永恒的奖赏 那永生的财富 那都不是损失 相反 那是一个 这是用现代话讲 那是一个千斩难逢的机会 所以 我自己我在想 今天 大卫跟主说 求你让我脱离这世上的邪恶的道 奸诈的道 然后求你看 把你的道给我 所以今天我们能明白神的道 这绝对不是傻 今天我们能明白神的道 这绝对不是我们笨 今天我们能明白神的道 这绝对不是我们倒霉 今天我们能明白神的道 这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恩典 神开恩 把他的道给我们 所以无论是那个被砍头的 还是那个觉得自己捐少的人 我自己我非常非常清楚 他们 非常阿闷 今天大卫说的话 说这世上告诉我的 都是奸诈的 邪恶的 但是主告诉我的道 虽然这世上看起来有点傻 但是这道 是神 因为他有恩典 他给我的 因为神在我身上有恩典 他给我的 所以今天回到我们 我们现代社会 你会发现 无论是2000年前砍头的事情 还是 这个200年前捐钱捐少的事情 放在今天 还在不断的重演 今天 我们中国也好 美国也好 都在发生所谓的经济危机 经济很糟糕 经济很糟糕 这个生意很难 但是不管经济有多糟糕 不管生意多难 今天我们如果是相信神的 我们如果是相信神的 神的话 依然有效 他说我的恩典供你用 他说我不撇下你 我不丢弃你 所以上帝一定会借着一些很神奇的事情 包括我们想不到的事情 包括他自己的超传介入 所以我自己我在想 就像圣经里面说 这个 在这个旧约的时候有饥荒 这个有钱的人都没钱了 有粮的人都没钱了 一个寡妇 就居然能活三年 不但活三年 还家里还养了客人 还养了先知 所以我自己 我相信 慢慢的在我们人生当中 我们越多越多越多经历神的恩典 我们就知道这个信仰是真实的 他不单单在永生给我们奖赏 不单单在永生让我们被纪念 在今生他也有够用的恩典 所以大卫才说 你开恩 你开恩 你给了我这些东西 所以我自己 我也想鼓励我们每一个弟兄 我们每一个姐妹 就是我们的信仰是很真实的 是很平衡的 在今生我们不会缺什么 在今生我们一直会有经历 但是在所有的经历当中 神都会给我们很多很多很多的东西 那这是这是第一 那第二在永生 我们是被纪念的 是被奖赏的 所以今天这绝对是一个 很大很大很大的恩典 那我自己我就想鼓励我们的 鼓励我们的弟兄 鼓励我们的姐妹 无论是你现在在线上 还是将来 你有机会听到这段录音录像回放 那我就想说 我们就像美国一样 现在美国在衰落 但是你看这些大学 那你就 你就 你就有一个深深的感受 就是说如果那些起初 这个费尽千辛万苦 来到美国的这些被迫害的基督徒 他们看到今天美国样子 你问他后不后悔 他们还说不后悔 因为他们的付出 他们的奉献 建了这么多大学 建了这么多医院 他们本身被纪念 那这个过程也帮了另外一些人有了信仰 至于后面怎么样 那是后面的人跟神的关系 但是我们在天上被纪念 所以今天我们自己 如果我们 中国将来出现很多不好的事情 那我们现在做的事情 其实另外 从另外一个意义讲 就算我们救不了中国 我们救了我们自己 就算我们救不了别人 我们救了我们的家人 所以我的祷告是 我的祷告是 无论是在顺境的时候 还是在宁静的时候 无论是看起来 这个世界变得越来越糟糕 还是这个世界变得好像稍微好一点 我们都知道 第一 这个世界的结局就是灭亡 所以变得好都是暂时的 不好才是客观的真实的 但是在世界越来越不好的时候 我们一定是越来越好 因为第一在地上 神与我们同在 神给我们恩典 第二在天上 那是一个美好的永恒国度 而且神还纪念我们 给我们冠冕 所以在几天前 我在旧金山的时候 我为一个官员祷告 那我自己不认识这个官员 是旧金山的一个朋友 他是从泰国来的 是泰国的一个亲王的女儿 所以我们也管他叫泰国公主 原来是佛教徒 现在可能对基督教育开始有所了解 所以他在中间做这个介绍人 介绍我们人士 那我们就在一起祷告的时候 他闭上眼睛 他看到一个异象 那个官员没看到 但是这个泰国公主看到异象 看到我身穿白色的袍子 头上戴着黄金冠冕 灿灿的发光 他很惊讶 这个祷告完了就大声说 不许我看到这样的一个异象 这是什么意思 那旁边还有另外一个牧师 去给他解释 说这就是圣经中 那个大祭司的形象 哎呀 这个因为他毕竟 这个以前是佛教徒背景 对基督教还不够了解 也不管我叫牧师 哎呀老弟耶 你厉害 所以我自己 我非常非常清楚 不是他老弟厉害 也不是皮特厉害 神是真的 在两千年前神做王掌权 在现在他做王掌权 那在将来的世代 他还是做王掌权 所以我们的祷告 我们的祷告就是 既然神掌权 我们还担心什么 我们还害怕什么 我们就是单纯的像孩子一样 把自己交在上帝的手里 把自己交在上帝的手里 愿上帝的灵交关我 愿上帝的灵交关我们 让我们在这个艰难的世代里面 我们因为上帝极大的恩典 我们就开始 不管在什么情形下 我们都对上帝有信心 仰望他 并且因着神的极大的恩典 极大的怜悯 我们就可以 让我们内心深处 深处极大的盼望来 而这个盼望不但可以救我们自己 也可以保守我们能接触的人 给他们的生命带来了永恒的盼望 我们一起来祷告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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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赞美你 哈利路亚 谢谢你 哈利路亚 祝歇歇 哈利路亚 祝歇歇 赞美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祝歇歇 祝我 此刻在 美国建国的 那个根基所立的 那个城市 一群因为信仰 被逼迫 所以 他们逃 到了一个荒谊之地 因着信仰 因着盼望 在这一片 荒凉的土地上 居然建造起一个 强大的帝国 当然 今天这个帝国 已经开始衰落 但是 这种精神 依然在 地上的国 都会衰落 但 永恒的国 却不断地 在人 越来越多 所以我的祷告就是 可能 有一天 我们 在地上 所建的教会 也不在了 我们辛辛苦苦 建立了教会 最后可能 也没有了 但是 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 每一个 参与者 我们每一个 奉献的人 我们自己都 经历了神的大能 我们自己都 经历了神的恩典 我们自己都 从软弱 变得刚强 从贫穷 变得富足 所以这样的是 我们在天上 会得到神 极大的奖赏 所以 我的祷告就是 盼望 在这个时代 我们还能 与主同工 还能和主一起 做点事情的人 我们就 单单的 仰望 上面的主 我们盼望 天上的生活 并且 在一切的事情上 我们来 寻求主的引导 单纯的像 孩子一样 相信他 来过 每一天 在地上生活 因为 这一切 都是短暂的 将要过去的 而主 和主的道 是永恒的 是丰盛的 是不可更改的 主 我们谢谢你 我们赞美你 我们谢谢你 我们赞美你 我们的祷告 是奉恩主 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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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亚 感谢主